疫情严峻之际 许多假消息是频频出现 蔡总统今天在个人脸书就示警了 指出网路上最近流传一支 自己在去年5月 因应当时三级警戒时 录制的这个防疫影片 内容就提到了 周末不要出门 结果遭到有心人士 是变造成今年的日期 试图来混淆视听 总统就强调了 这已经不是现在的防疫策略 请大家不要再转传了 这是疫情肆虐 真的很多